DNA是主要的遗传物质 你是不是首先会想到Watson和Craig 这可是个天大的误会 那么到底是谁发现了这神奇的DNA分子呢? 来看 有很多不同的国家 和几百年纪录的许多年纪录的许多年纪录 那些人常常会听到DNA是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 但那是BUNK 他们没有认识DNA nor did they discoverDNA contain genetic information DNA itself was discovered in1869 by a swiss biologist named Friedrich Mischak His deal was studying white blood cells and he got those white blood cells in the most horrible way you could possibly imagine from collecting used bandages from a nearby hospital For science he did it He bathed the cells in warm alcohol to remove the lipids and then he set enzymes loose on them to digest the proteins What was left after all of that was this snotty grey stuff that he knew must be some new kind of biological substance He called it nuclein but was later to become known as nucleic 这一堆灰色黏乎乎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遗传物质DNA了 1929年 Phoebus Aaron Levin首先鉴定出 DNA是由四种碱基和磷酸构成的 并且提出了四合肝酸学说 认为DNA是由等量的四种碱基排列的 四连环 真的是这样吗 生化里你可能已经知道 核酸的化学组成 那么我们一起先复习一下 组成核酸的基本化学集团吧 组成核酸的基本化学集团 包括物糖、碱基和磷酸三个部分 物糖的环状结构是由其 一、二、三、四位的碳原子和氧构成的 而其第五位的碳原子 则在物糖环的外侧 DNA分子中 物糖环二位碳上连接的是氢原子 叫做脱氧核糖 而RNA分子中 这个位置上连接的是一个枪基 叫做核糖 可是就这一点点微小的差异 却对DNA和RNA分子的结构和功能 有着不小的影响呢 核酸分子中的另一个基本组成是碱基 碱基分为碳氮双环的飘零碱基和单环结构的密定碱基 其中飘零碱基包括线飘零和鸟飘零 而密定碱基呢 包括包密定 胸腺密定 和尿密定 它们分别缩写作A、G、C、T和U 其中 飘零碱基的九位和密定碱基的一位 是碱基和物糖连接的位点 而飘零碱基的六位和密定碱基的四位呢 则可以形成轻件 从而实现碱基的配对 A、G、C、T主要出现在DNA分子中 而A、G、C、U则是构成RNA分子的碱基 注意 T主要出现在DNA分子中 而U只出现在RNA分子中 RNA分子中还包括一些其他不太常见的微量碱基 我们叫做稀有碱基 比如 你知道 TRNA中含有二氢尿密定和假尿密定 它们就是稀有碱基了 核酸分子的最后一个基本化学组成单元是磷酸根 磷酸根的存在使得DNA和RNA分子 在生理环境下显酸性 这也是为什么它们叫做核酸的原因了 你现在已经知道了 组成核酸的基本化学组成单元 包括物糖、碱基和磷酸 那么它们是怎么连接的呢 来看 碱基和物糖一味碳上的枪基结合 脱去分子水 形成的叫做核干 磷酸基和核干中物糖五味碳结合 形成五磷酸单脂 那么 磷酸加上核干形成的分子 就叫做核干酸 根据核干酸中连接的磷酸的数目 它们分别可以叫做 单磷酸核干酸 二磷酸核干酸 和三磷酸核干酸 比如说我们体内的能量物质 ATP 就是三磷酸限干酸 这张表中主要列出了 我们体内各种主要的核干和核干酸的命名 那么在体内 核干酸主要以三磷酸核干酸的形式存在 这也是DNA和RNA分子 合成的前体物质存在的状态 当我们不区分是何种脱氧核干三磷酸 或者三磷酸核干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统称为DNTP或者NTP 这一点在你将来读文献或者订购诗基的时候 可是要用到的 一个核干酸上连接于物糖五味的磷酸 和另一个核干酸物糖三味上的枪基结合 形成磷酸二指件就把两个核干酸连接在一起了 核干酸以磷酸二指件依次排列相连 形成的多具核干酸就叫做核酸了 核酸的骨架链为磷酸二指件连接的依次排列的物糖和磷酸 又叫做糖磷酸骨架 尽管形成了磷酸二指件 但是磷酸集团中的氧仍然是负离子化的 核酸分子带负电的性质使得其很难在齿质分子中穿行 这也使得DNA和RNA分子能够很好的被保留在核膜或细胞膜中 难以通过扩散而流失 你可别骗我呀 我们生物老师可是说过 真核细胞RNA分子在细胞核中合成之后 可是要穿过核膜到胞质中发挥作用的 是的 包括RNA分子在内的很多生物大分子都可以进出核膜 不过它们可不是自由穿行的 它们需要一些特殊的具有核定位信号 或者是包纸定位信号的蛋白质来协助 通过核空符合物进行转运 核酸单链的两个末端是不对称的 其一端是五撇端的磷酸集团 又叫5' 有时候磷酸可以被水解掉 留下五撇端游离的枪肌 核酸单链的另一端是五糖上三位的游离枪肌 又叫三撇末端或者3' 核酸单链在输写的时候 我们习惯上从左到右按照五撇端到三撇端的方向输写 并且可以用简写字母agct来代替整个核干酸 比如说上面这段序列可以写作5'agct3' 或者更简单一点直接写作agct就可以了 而核干酸的数目nt或者减积数base 可以用来表示核酸链的长度 我知道DNA是互补双链的 可是那怎么表示它的方向和长度吗? 对,DNA是双链结构 那么我们在书写DNA双链序列的时候 一般默认上面的那条链从左到右按照五撇到三撇端的方向去书写 那么由于DNA双链是互补反向平行的 那么下面的那条链从左到右就是三撇到五撇端的方向了 有的时候为了简便你也可以不把它写出来 而在表示DNA双链长度的时候 我们通常采用碱积队的数目base pair或者BP来表示 对于很长很长上千个碱积队的DNA链 你可以用KB或者KBP来表示 这一点对于你将来阅读DNA的序列或者在实验室开展实验是蛮实用的 核酸分子可不仅仅只有DNA 让我们看看它的同胞兄弟RNA吧 RNA和DNA的一级结构非常相似 只是在其糖磷酸骨架链的物糖二位上是枪基 那么这个枪基的存在却使得RNA和DNA在碱性条件下的稳定性有着巨大的差别 物糖上二位碳连接的枪基可以在碱性条件下在分子内的取代反应中发挥氢核攻击的作用 而使磷酸二指剑水解断裂 DNA由于缺乏这一个枪基在碱性条件下就会稳定得多 核酸的故事远不止发现它们的化学结构组成这么简单 下一节我们来告诉你关于双螺旋的结构